好 回到节目 我们带大家来到南海来看一下 那画面当中给大家看到这张图 就是一张在海上的军舰航行的图 这个照片是中国军事网站第一军情 他们特别透过这个照片说 菲律宾39号护卫舰 在30号进入了黄岩岛临近海域 而就在菲律宾出动军舰的同时 中国方面解放军也迅速出动了 军舰战机对菲律宾的舰艇 进行跟踪跟监视 而且还进行了喊话警告 以及拦阻管制 好 现在看到就是说 在过去我们都知道 菲律宾大部分都是渔船或是海警船 跟中国的海警船发生在海上的一些遭遇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摩擦 但是这次看到菲律宾派出的是军舰 到黄岩岛附近的海域 那中方也看到立刻就派出解放军的海军 所以菲律宾军舰跟菲律宾正面的来对杠 这件事情怎么看 现在因为整个情势必须要全盘来看 那菲律宾现在闯进去是因为听了 我们开玩笑的讲 是听了前一阵子美国总统拜登讲说 不用怕美国跟菲律宾站在一起 所以就肆无忌惮的就进去了吗 对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在这个南海地区 也就是说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大战略的一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大战略 菲律宾只是这个战略上面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战略很清晰的看的话 就是美国希望那么能够脱炎阻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海军 突破第二岛链 直接突破第二岛链 往第三岛链 这个水域去进行各种的演练 或者说是进行各种的军事活动 所以拖延这个时间 那把它要迁回到第一岛链 把他锁在第一岛链 因为这边有事情 他往这个要不然的话 以现在解放军这个突破第一岛链 跟很快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各种的密集的操演 很快就要到第三岛链 而且已经有这个能力 已经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战略上就是把他拖回来 让解放军进入到第三岛链 突破第二岛链的时间 跟他的这个注意力 要把他拉回来 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 还有一个战略目标 就是要制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的纠纷 那么借这个领土的纠纷 来制造出中国大陆 一种扩张主义的一种形象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 很明确的战略目标 那战术上我觉得就是 以锁定两个岛 一个是黄岩岛 一个是仁爱礁 那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制造 就是双方不管是渔船或者是公务船 现在提升到军事舰艇之间的 对峙在水面的对峙 以及甚至冲撞 那我想战略目标就是目前就是这样子 这是不是会有一种测试的目的 就是说之前我们看到都是海警船 不然就是渔船 可是这一次就派个军舰 就看中方怎么回应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升高 就是从这些渔船到公务船 到这些军舰 那就是先是对峙 接着很可能就发生冲撞 那这种行为我想就是主动的 由美方在整个的一个 一个从战略到战术上 有一个很完整的规划 那必然会做的 那从未来的趋势看起来会 还是会不断的发生 而且我们讲说测试 这个除了测试中方的反应之外 菲律宾其实也在看测试美方的态度 我们回到这个主角 就是这次闯入这个黄岩岛附近海域的 菲律宾39号护卫舰 其实这个是一个二手的护卫舰 这是一艘二手军舰 这艘军舰它原来是普向级的 韩国的轻型护卫舰叫中舟号 在韩国海军服役的时候 是叫中舟号 那它是在1987年加入韩国的海军 2016年正式退役 那退役之后 韩国就把它送给了菲律宾海军 就改名叫做康拉多叶号 这个普向级的护卫舰 它的排水量是1220吨 配备两门这个76毫米舰炮 同时还装备了这个八枚美制的 鱼叉反舰导弹 它的战力是如何 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如何呢 这艘船是属于这个所谓普向级 而普向级和另外一种 我大概跟大家讲 大家就会知道 叫做卫山级 是一种缩小版 我们知道我们国军曾经 要引进16艘卫山级 后来改为拉法叶 这大家关心军事应该都知道 像这个卫山级 它属于2400吨的巡防舰 而这个普向级它就缩小很多 最高排水量是1200多吨 但它整个外形设计非常像 而且主要是以火炮为主 因此它分这个大概两大型号 一个是用于反舰 另外一个可能强化了 鱼叉反舰飞舰 具备反舰的能力 但总体来讲 从这个普向级的综合性能 它属于一个轻型的巡防舰 就像国军这个海军 早期这个三字级巡防舰 它主要是执行海上的各种征巡 做苦工 这种战马型这种来运用 因为它的排水量小 舰员比较少 而且它的这个任务 属于近海范围 但我认为菲律宾 其实因为限于经费有限 它没有把它买得起昂贵 现代化的新型军舰 也就是它这个很多船 都是属于美国 或者这次是韩国 退役的二手船 比如它之前把美国 海岸防队退役的巡防舰 作为自己的主力军舰 这个普向级是另外一型 总体来讲 菲律宾的船 其实普遍老旧 顿位小 但是对菲律宾来讲 我后面有老大哥 我今天其实派一艘巡逻艇 我过去向解放军方面 海上叫板 它也有底气 它派一个营量级的叫板 你觉得这个影响力够吗 因为它后面有一个重量级的拳手 配备航空母舰打击军 随时过来支援 因此对菲律宾来讲 即使它派海岸防卫队的船 其实对于解放军 或对中国大陆导礁的骚扰 和掌握话语权的作用 我觉得是一模一样 而且很重要的 菲律宾的船或飞机 上面都有记者 解放军的船舰有各种海上的冲撞 或各种行为 它就立刻借由媒体的报导 在话语权上面 占了很大的伤风 现在看得出来 就是以叫板的意味居多了 当然这个菲律宾出动军舰 解放军方面也立刻 由他们南部战区新闻发言 先对外声称 说菲律宾的这艘军舰 没有经过中国的批准 就非法闯入黄岩岛的临近海域 严重侵犯到了中方的主权 违反国际法 还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而且特别提醒了 很容易发生误解跟误判 现在看到美非之间 有这个共同防御条约 那当然美国拜登 前几天也才说 如果在南海发生了 这个中非之间的海上 万一有一些什么事情 状况发生的话 他们会保护回菲律宾 那现实问题就是 虽然拜登这么说 但是现在APAC 这个大家都在关注的是 习拜会不会见面 那现在看到中方 对这件事情 还没有完全的松口 还没有说就是确定的 李老师你看到 美方这个时候 会在南海议题上面 就站在菲律宾这边 还是说他们会用 另外一种方式 来协调目前的冲突 美方他但是 言很大 就是说如果你菲律宾 用更激进的方式 那这个大陆就上当了 因为你看这个APAC 是11月15号 17号在美国的San Francisco 旧金山要举行 那连最近白宫法院都说 我们的总统非常期待 见到习主席 然后我们希望有建设性的一些交流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两手策略 那另外现在整个世界 真的是越来越乱 这么巴以战争 以巴战争这样的爆发 其实我们看到大陆跟中国 它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不管是在俄乌战争 对跟俄罗斯的关系 在这次跟伊朗的关系 怎么样回到政治跟战略的角度 这个都是小打小闹 那至于说 会不会容许菲律宾 做这样一个激进的方式 我认为激进不激进都不是重点 因为其实就像 刚才我们来宾的分享 他这个菲律宾的海军的力量 真的是很薄弱 我们甚至曾经跟他们有这个 我们台湾跟他们有冲突的时候 都发现说 其实好像击败他们都不是很困难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战书问题 它是一个 就是说整个大国跟大国之间的博弈 一些小打小闹的一些小戏上演 就是基文雄刚刚提到 菲律宾后面还有一个老大 就是美国 现在除了美国之外还有老二 老二是谁呢 就是日本 我们现在来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针对最近的这个菲律宾 在南海这些局势 他在菲律宾跟小马可市总统举行会谈 然后双边就达成了一个共识 日本将会首次的使用 有军支援框架 然后向菲律宾军方提供 海岸监视雷达 来提升菲律宾军方的监控能力 当然这也是一招 因为现在美方不方便出手的话 当然就交给日本先出手 但是日方所提供的这个 海岸监视雷达 它到底能够发挥什么实质的效果 就是说应用在南海的紧张局势上 有帮助 其实我们打开菲律宾的地图 我们知道菲律宾的岛非常的多 这个情形和日本的西南诸岛很类似 日本西南诸岛是很多小岛遍布 日本这几年因应解放军 军力大幅增长的对它的威胁 因此在岛上配备很多监视部队 这些监视部队用海岸的雷达 也有对空的雷达 事实上日本把这一套模式 也要输出给菲律宾 这几年频频向菲律宾招手说 我日本愿意提供监视用的雷达 包括对空和对海 尤其是它对海的雷达好几种 像这个TPS 这TPS-14 P-14系列 还有这个P-80系列 还有P-18系列 都很好用 像P-18系列 它就是装载在汉马车 它属于一个机动式的对海监视 那P-14系列 其实它航程这个范围就很广 可以达到400公里 那另外P-80系列 过去年它已经积极向 东南亚国家招手 比如像泰国 像菲律宾 像这个马来西亚等等 它愿意输出这样的技术 所以它的用意很简单 我就输出这种非攻击性武器 既符合我的 对外出口的一些 它自我的限制 又符合强化这些国家 对海面监视 然后与中国大陆的海上力量 进行某种程度的抗衡 尤其要注意到 这些国家很多都和美国 有一些安全合作的关系 因此这样子无疑是 为美国在监视周边海域 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 OK 一分钟 请大使简单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些就看到日本介入了 但日本如果介入南海的事物 难道不担心有一天它被卷进去之后 在其中它很难拔得出来 应该是不怕的 这个就是把菲律宾人当作一个代理人 就是说符合日本的利益 也符合美国利益 日本的利益是什么 日本利益就是 基本上就是跟中国大陆 在这些相关的水域进行一种对抗 对 日本的防卫假想敌 中国是主要的 它的一个假想敌 所以从这个思路上来看的话 当然是能够找到代理人 跟中国大陆进行骚扰的话 是符合它的防卫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日本就是说 过去它的防卫的政策 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很快的他们找到新的方向 那日本很可能是将来 是中国的对手国家 主要的一个武器的提供来源 对 就像刚刚毕老师讲的是说 最终还是回到 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